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 白露林将先红衣路透曝光 明艳霸气太惊艳,和男主同框好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虽说余正经常因为个人一些操作备受争议 但她的作品大都热度不低 近期热播的爽剧《墨语云间》从话题度到口碑都不错 尽管剧情仍旧存在不少小问题 但女主一路爽到底的人设让人直呼过瘾,算是年度黑马剧 目前于正参与拍摄的作品是白露和曾顺西主演的林将先 这部作品自从开拍以来话题度一直都很高 从概念设计里精致的造型到路透图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风格 不得不说白露的古装造型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近期曝光的《红衣露透》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精致的红色昏服和繁复发型贵气十足 比之前颇受好评的《白月泛星》时期还要惊艳 其实白露本身就很适合《红衣》 她最早出去圈的角色就是在《招摇》中饰演的霸气女主陆招摇 只是李清月的《红衣》更显精致 白露在《临江先》中不仅有符合当下主流审美的繁复装造 还有去表还真的仿骨造型 雅致的极简锋更能衬托演员本身的气质 一眼看去如同精致的工笔画 无论是霸气红衣还是简约红衣都是让人惊叹的存在 已经开始期待白露的新角色了 其实白露的《装造运》一直都不错 无论在影视作品还是综艺节目中 呈现的状态都比她本人给观众的印象更为惊艳 唯一翻车的也就是在《以爱卫营》中饰演的郑舒逸一角 不过这个角色被观众吐槽最多的还是《服装审美》 《临江仙》这部作品是原创剧本 讲述了李清月白露饰演与大成尊者白酒思 曾顺息饰演共渡劫难拯救苍生的故事 从目前曝光的路透看 白露饰演女主至少有凡人和上神两众身份 白衣战神造型繁复又不失清冷 是从前没有见过的新风格 《临江仙》这部作品目前还未拍摄完成 剧方放出的剧照虽然不多 但质量极高 尤其是这段双人囚禁视角的铜 旷海豹破碎感拉满 身份转换和上位的控制感简直就是仙侠版强至爱 曾顺息的白发造型更是美强惨氛围拉满 让人已经开始期待白露和曾顺息在正片中的对手戏了 虞正也曾在社交平台上夸赞过《临江仙》的剧本质量 说是稍脑为美与悬疑并存 比开端和黑暗荣耀加在一起还要好看 白露的演技和口碑已经从一步又一步的作品中得到验证 曾顺息的外形在同期演员中也很有辨识度 尤其是在《临江仙》中挑战令白衣白发战损装 简直就是从小说中走出的高领之花男主 已经开始期待这二位在剧中的纠集拉扯了 除了白衣白发战损装外 曾顺息的白发造型搭配其他服装也很有仙气 给人的视觉冲击和诚意在《沉香如泻》中的白发魅力不相上下 果然白发还湿得看帅哥伴 白露林江仙红衣露透曝光 明媚霸气太惊艳 和男主同框好绝 你期待这部作品吗